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維凱,今天我們要來挑戰海選關卡B 好那這次官方使用的配置是巴龍,巴龍在玩有兩個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是左右兩隻行儘量都要消耗到天降的暗珠才會多 第二個是手消越多天降暗珠越多 所以你只要把握住這兩點,基本上這一隊就可以創造高傷害了 那這一次五萬分就可以獎賞全拿了 所以照著我的步驟打五萬分一定是可以達成的 好不足之後我們就來為大家介紹一下這關卡怎麼打吧 好首先第一關呢,是有六COMBO手消的一個限制 所以在一開始我會建議大家直行六顆 以直行六顆為消除目標 因為這一隊在直行上面可以看到水龍石跟暗龍石 它會各帶總共四把的昇華鍵 傷害上面就會比較高一點了 所以這隊盡量可以的話以直行消除為主要的一個目標 那這邊做兩回合六COMBO的消除基本上就可以帶走了 那如果說這關你要一回合帶走的話 真的要靠成這樣 或者你手消的暗珠要更多 那種一定一消夠好才有可能 好那這裡的話來到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是解拼圖盾 那一樣是把握住我們剛才的原則 左右兩直行消到 然後剩下的就是多消一點了 不過在解決這種盾牌呢其實有一個小訣竅啊 我會先去看說版面上面有哪幾個珠子是五顆的 五顆的我們就可以去 五顆的我們就可以去那個 理解到我們等一下拼圖要放什麼珠子進去 好那這邊兩格帶走了 算是基本 基本上就兩格帶走了差不多 這邊是手消全暗 比較麻煩 所以你要這邊除了不能卡暗珠之外 你還要把暗珠全部做消除 還要解紅綠燈 這邊手轉的難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會建議大家在這裡 你有暗龍石你就直接開啟了 不要省技能 好那這裡就直接帶走想那個問題 那暗龍石開下去之後 基本上整隊平坦的水準就已經是破千萬了 有可能到兩三千萬這樣子 第四關這裡 所以由於隊伍本身帶內建是有一個直傷的部分 所以這邊只要盡力轉就可以過了 不過這邊如果說你沒有一盒帶走的話 你就會被反打 這會比較麻煩一點 不過傷害很夠 好這邊大概仔細看一下 木珠轉成了暗珠 所以這邊你要進場要先注意一下 這個木珠會變成是你珠子 好注意完之後基本上就可以開始 開始開顆雷 這樣你的手消 手消的會比較好 好這邊自己消暗 那這邊大概了解到你不能消那個珠子之後 其實轉起來就輕鬆取多 不要消到暗 用疊珠的方式也可以 消除 要不然就乾脆不要消它 也可以 好兩花兩盒帶走算是 劇本之內 沒有無數盾 無數盾就直接做消除 好幾乎 薪量多的手消一點 最極限來講 這邊是不用手消暗珠也沒關係 可以靠天降去解決 但是有的話還是建議手消 多消一點combo數 那個傷害會夠一點 好 來到第六關 黏左軌跡 這邊我實測過 如果說你單純靠這個 呃 無腦六康直行不轉珠的話 那個傷害有可能會不夠 所以你還是要靠這個方式 轉過去拉回來 多製造一康那個 感覺差很多 就可以直接帶走了 好那來到王關 王關這裡 開水龍使 直接收斷 盡量手消多一點 它就會死啦 看有沒有機會 來個兩億的傷害吧 哥哥 14combo的一個天降 沒有也沒關係 沒有就這樣 516 好像很普通耶 開水龍 好那這邊就把他帶走了 基本上我是不太想開龍科浪費時間啦 因為我們目標只是獎賞全拿的話 喔有兩億了耶 有兩億就代表說那個傷害水準是最高的 好那這個應該就是算完美的劇本了 那個分數應該至少有個五萬 一定有五萬的啦 但六萬 六萬以上我覺得也有可能啦 好那來看一下分數的水準 這大概就是個完美的劇本 哇回合好像差一回合 六萬九啊差一點七萬 可惜差五百分 七萬一分以上好像就SS了吧 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應該七萬分以上就 欸七萬五喔 那這SS還是有點難的啊 不過五萬分就可以獎賞全拿了 所以這個算是 一個比較穩定通關的完美劇本 供大家做一個參考